大家好 二位好 探讨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相关的大高雄市的情况 高雄县位于台湾西南部 北林台南县 东林台东县 幅员广大 自然资源丰富 除了平原上的乡镇正快速工业化之外 大片乡土仍是农业为主的景象 纯朴民风加上传统产业 构成高雄县的人文基调 高雄县也是台湾捕鱼量最高的县份之一 有渔民约6万人 高雄市同样位于台湾西南部 全市被高雄县包围着 是台湾第二大城市 在20世纪初建立并迅速成长起来的高雄市 是台湾人口密度最高 以及重工业最发达的都市 台湾最大的港口高雄港和第二大机场 小港国际机场都在高雄市境内 高雄市与高雄县将于2010年12月25号合并成大高雄市 总面积超过2945平方公里 总人口275万 将成为台湾劳工和农业人口最多的城市 苏教授我们知道熟悉台湾的人都知道 北有台北南有高雄 可以说这都是台湾南北两地的一个重镇了 那么现在的高雄县和高雄市呢 要合并成大高雄 所以从台湾的整体情况来看 您认为高雄县和高雄市各自都有哪些特点呢 是的 高雄市我们一般有一个玩笑的说法 说它的市区里面有三个租界 一个是属于国防部的这一个左营军港 一个是属于交通部的高雄港 一个是属于经济部的工业区 所以它意味着是在军事基础工业 以及商业交通上面 它有相当比重的这个成分在 但到了高雄县我们说它是三个山 也就是说跟高雄市井陵的凤山 以及海边的岗山 跟山那一头的岐山 它旁边有一个美龙镇文峰鼎盛的 那主要是在市县交界之处 会有这个中小企业型的这种制造业 那当然它的周边有相当完整的石化业的产业链在 那齐山靠山那一边 当然靠山吃山就是农业盛产相交 所以高雄市跟高雄县呢 它是丰富而多元的 但是在高雄市跟高雄县 它内部的这个政治的分布的情况 不太一样 按道理说高雄市跟高雄县 是劳工最多的地方 但事实上每一次只要有人宣称 自己是劳工代言人 劳工的女儿 工党的主席 通通都会落选 所以在这边有那种移民的族群意识 所以你必须要标榜自己是台南帮 澎湖帮等等的 到了高雄县呢 则是属于泛南的红派 也就是渔会系统 白派呢 农会系统 那泛绿的呢 也就是黑派 也就是现在大家比较知道的瑜伽班 但是也还有一个 就是从瑜伽班里面的 对立出来的就是现任县长杨秋心系统 大概是如此 刚才苏先生给我们做了一个很简短的介绍 那说到这个高雄县和高雄市合并成大高雄之后呢 我这里带了一个地图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上北下南 台湾南部 高雄县高雄市 这个粉颜色的呢 就是高雄县 高雄县可以看到这个幅园是比较辽阔的 但是高雄市呢 是非常非常狭小的 这个淡绿色的部分 所以呢我想请这个黎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合并之后的大高雄市 会让原来的高雄县市的地位 有什么样的改变 那么对于整个台湾南部的发展 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好处 那当然就像李鸿你讲那个地图来讲 大家很明显地看出来 高雄市很小 高雄市大概153.6平方公里 那么高雄县呢 是2792.66平方公里 所以大概是高雄市的18倍 那么在人口呢 反而是高雄市有150万 那高雄县有127万 不过这个是不准的 因为高雄县很多人呢 他小孩为了读书呢 到高雄市 所以他户籍是签在高雄市 其实人呢是住在高雄县 所以高雄县市呢 人口是差不多 但是面积呢 县呢比市呢 大概有市的18倍之多 那这样将来合并以后 成为一个什么现象呢 当然第一个就范围就增大了 本来呢高雄县呢 就只有那么一点 现在增加了在以前的19倍 那么第二个呢 他就是说他的自治层次升级了 以前高雄县呢 他是一个县级 那高雄市呢 他是一个直辖这个 就是这个台湾最高政府的 最直辖的一个市 他等级比较高 现在在一起了以后呢 他都升级 那么升级呢 就在市政府的编制 预算以及人员调配上呢 他又会有更大的一个空间 那么第三个就是以前高雄市 一直希望说四港合一 因为在高雄县高雄市中间 有一个高雄港 一条线在沿着海线 那现在的合并呢 当然呢就是一个四港 他必然呢将来是合一 那合一会产生一个什么情形呢 就是呢产销运呢 可以一贯作业 因为高雄港是台湾的 可以说最好的一个港口 那么呢他可以在运输 在贸易上运输 那么高雄县有农产 那有渔产 那他们整个在销 在运这方面呢 将来会一贯作业 那另外呢就是高雄市 它是个都市形态 但是原来的高雄县呢 它是呢 就像刚刚苏教授讲的呢 它的特色呢有三个山 那山中必有 山中必有西是必有川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的融合起来呢 它在观光上面呢 可以一体规划 所以呢如果有一个 好的市长的话 真正用心要为高雄市 造福的话呢 那这是呢 它一个这个大维 大展宏图的一个机会 当然如果它无心的话呢 那当然就高雄市呢 就白白升格 然后呢可能就说 反而就增加更多困扰 也就是说合并成 大高雄市之后呢 更方便城市规划 也更能够执行 这个地方首长的 这个行政力 那么说起高雄 就不能不提高雄港 因为它是高雄市 一个最重要的标志了 那么苏先生在您看来 未来大高雄市的发展 是否还要依靠高雄港呢 绝对是要依赖高雄港 但是呢也不只是高雄港而已 那高雄港在最近这几年呢 民进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之下 那高雄港是可以说是 节节败退 以前都还会有比较 名列前茅的情况呢 那现在已经掉到 十二跟十三名之间了 那这样的一种情况 在最近的两岸直航呢 算是有一个比较大的 这种冲 等于一个突破 一个改变 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改善 根据一则消息来指出 两岸直航以后的四个月 整个这个高雄港的总货贵量呢 在四个月之内呢 百分之十二的提升 这个百分之十二的提升呢 就达到二十四万tun 就是那个货柜的那个 计量的单位 说排名不重要的人 说高雄港排名不重要的人 有这种意见 可是能够在直航之后 短短的时间之内 获得这么庞大的一种 比例上的提升 这就是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难道这个对整体的台湾 是没有益处的吗 然后更重要的是 如果不是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 那这个三通以后的 这样的一种正面的 一种开拓的话 那2009年 这个衰退量还要更大 否则不会从这一个 十二指跌到十三 因为它获得了支撑的力道 所以高雄港的一个情况 固然会获益于四线合并 也就是它的腹地开拓 但是更重要的是 它对外的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这个正面因素 所带来的 刚才苏先生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下 高雄港未来的发展前景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到了 和大陆的一种良性的互动 那么最近几年 希望能到高雄去旅游的大陆的游客 也是越来越多 林先生我们知道您就是高雄人 如果让您当导游的话 您会带大陆的游客到高雄市的 哪些地方去走走看看呢 那当然大高雄 我们分为原来的高雄市 原来高雄市它是一个都市形态 那它的特色当然是海洋 不过海洋因为它大部分是军港 那么从也通常你也不能过去 那但是高雄有陈青湖有寿山 那另外你要买这个精品的话 不要以为说高雄的百货公司 比台北差一点 大家不要忘了 在高雄的百货公司里面的 这个钻石特区 是吴淑貞最爱买的地方 因为那边的货色最好 当然一般民众不去买这些 叫钻石珠宝了 那么一般民众最喜欢的高雄 但是一个夜市 那高雄市的夜市非常多 除了前一阵子轰轰动动的六合夜市 其实还有光华夜市 还有瑞丰夜市很多 那高雄夜市有个特色 就是说它的海鲜品特别新鲜 不要忘了高雄 它本身的旗津就有鱼港 然后东港那边的鱼 它的这个产量 绝对比台北靠基隆港 要丰富的很多 所以高雄市的夜市 海鲜的产品特别多 另外高雄市南部比较热 所以它的冰是非常有名的 但是另外我的角色 要研究人文的话 大家大陆同胞要想想看 台湾人跟大陆人 它不同的遭遇 不同的环境 它有什么特色呢 那我建议你到这个内门乡 七星山去看看 那么七星山 它有七个山 其实是七个大土块 它上面那个都像 什么样的形状呢 大家看看 像我这个图 你看看都好像是一堆土 龟土 这个山 那这山上是非常恶劣的一个体质 那么大家看到这边很多乡民 它摆的叫宋江镇 那宋江镇这里面是 这是有故事的 七星山是说天上七颗星掉下来 结果在摆的位置就像北斗七星 那日据时代的时候 要把稻田全部摧毁 改成种甘蔗 因为它烤粮是需要糖 它不管台湾人民的粮食够不够 它当时在产平稻田的时候 到了七星山这边 它的那个发动机不能动 那个钢索就断掉 钢索这个断掉都不能动 最后它这边不敢那个 那么就是说 是这个当然地方传说 是这个神明指示 不过最重要的就是地方 民信凶悍 那为什么叫宋江镇 宋江镇就是说大家很整齐 但是拿的武器不一样 就像梁三伯108好汉 宋江拿的是头齐 那么玉麒麟 他拿的是一个双眼 黑拳锋拿的是双斧 大刀官胜拿大刀 母叶叉孙二良拿的是双剑 他都在里面不同的武器 所以他们摆出来的一个证事 是很有名的 其实这真正的典故 就是当时在台湾开辟的这些先民 为了宝箱喂土 甚至为了抵抗日本人 所以他们等于是拿到什么武器 就是什么武器 然后大家团结 所以他这有一段 这个先民开拓的一个历史 所以你要研究台湾这个文物的话 七星山的他的宋江镇 是很值得那个 那么当然所有的地方讲也讲不完 我也一个顺口流来介绍高雄 高雄位在南台湾 有海有湖也有山 澄清湖比日月潭 别有风味可流览 佛教圣地佛光山 宋江武镇七星山 游霸民山逛凤山 或到骑金搭渡船 晚上爱河转一转 再到夜市长一番 刚才林先生用顺口流呢 给我们做了一个高雄的导览 我们再来看一看 大高雄市的这个政治生态 您是长期生活在高雄地区 那接下来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高雄县和高雄市的老百姓 有哪些特点 他们当中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民进党 坚定的志趣者呢 高雄市它是一个工业市 工业区 它是一个商业区 那么其实真正高雄市的人不多 他也是外来人口一路 那么一路可以分 就像刚刚苏教授讲的 台南帮 澎湖帮 云林帮 当时这些人像云林这些人 他通常就是说 有些读书的就往北部走 那有技术的就是往高雄走 因为真正在云林地方 那他当然就只有种田 所以它是一个中等程度 有技术工人汇流的一个地方 就是流到一个高雄 那另外高雄地区有三个军事基地 陆军军事基地 就有眷村 所以高雄市他这个外来人 外省人大概都是军人很多 那另外还有年轻工厂 这样的一个人 那么本省很多 真正高雄市人不多 反而台南人 澎湖人 云林人 这些在高雄是很大的一个势力 那么高雄县它就是地域性的 就像苏教授讲的 那么岗山它是在高雄县的偏北 齐山是偏东 凤山是偏南 那么这些他们就本地 他们往往就有派系 因为他们在地方栽久了 就有派系 那么他们为什么就说 好像是这个范绿的支持者比较多呢 因为国民党以前 长期在台湾的时候 搭了这个中心 最高领导中心在台北 那么所有这个最高的部会 也在台北 所以它的发展重北侵南 那重北侵南 然后什么都以台北为中心 那比如说像我们以前读书的考试 南部没有考场 要到台北去考 然后南部人又穷 到台北也租不起好的饭店 都到那边那个最差的饭店 或借助亲友家 所以整个在比较上 都比北部吃亏 那么所以那有些老师呢 他也优先选台北 最后才到台南 所以在师资上也吃亏 所以南部人 他有一种竞争上觉得不公平 所以对长期执政的国民党 尤其不满 所以后来整个在绿营呢 那就借机一个挑拨一个风化 所以呢整个在南部呢 他会偏向这个绿营的比较多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呢 当然也就是国民党内不团结 其实就像高 就是说还有呢 就是国民党的一般人有时候太老实 民进党呢比较会玩弄选举技巧 就像这个当初输给 吴敦义输给谢长廷 是谢长廷呢 弄了个假的一个录音带 造成一个混淆 那么上次陈菊呢 又弄了一个什么抓走路工 就混淆选旗呢 然后就以歇为之票呢 就就就赢得了这个政权 但是实质上来讲呢 高雄市呢 你不能说他是绿营稳盛的地方 其实南营的支持者呢 也是很多 那么至于高雄县呢 因为南营里面就有两个派 刚刚苏教授讲的白派红派 那么有时候不团结的话 那就让只有一个派的绿营呢 黑派呢 他就于庸得利 所以呢 这个在长期这个情形之下呢 那黑派长期执政呢 就培养出呢 自己的势力 所以已经二十几年来呢 高雄县政呢 都是这个民进党呢 在执政 那所以呢 这个就给人家感觉到说 整个呢 这个高雄地区呢 是绿营的势力比较大 不过我们注意到 现在来参选大高雄市长的 有三位候选人 一位呢 就是民进党的人士陈菊 一位是国民党的人士 黄昭顺 还有一个呢 是托党参选的 这个高雄县长杨秋星 那外界普遍都认为说 陈菊的胜算是比较大的 那么从现在这个 整个大高雄的 这个选民的倾向性来看 苏先生 您的观察是这样吗 我们先看这个国民党的黄昭顺 黄昭顺是高雄市在地长期担任民意代表 先从市议员 然后现在是立法委员 是一直深受好评的一位 这一个民意代表 在高雄市 是相当有人望的 那黄昭顺的这种服务案件 还有各方面的问证表现 向来都是在党内 在社会上 也都获得很高的一个肯定 那谈到陈菊 大家都比较知道 他就是所谓的美丽岛的 民进党的这个美丽岛世代 陈菊他在这个扁政府时期 一直都是出将入向的 所以在泛南的这个领域里面 也就是说他们的心目中 陈菊就是在扁家 亲信贪腐集团里面 都是享尽荣华富贵的人 当然这是这个泛南的观点 可是到了高雄县 这个杨秋新 他历任省议员立法委员 那么到目前为止 他的整个诉求的主轴 其实也蛮清楚的 他代表一股民进党内部的 对于两岸关系的一种反省的力量 所以他不断的对ECFA 做出这个非常正面的一种评论 所以他在争取泛南认同 争取泛律的同情 然后在宗教上进行区隔跟动员 所以这个杨秋新在高雄县 他的一个执政 他有过去的政绩 是五星级的现场 这是最近的一种评比的表现 更重要的这个南方小巨人 他青年的声望是很高的 所以这三个也可以说是代表各自的一股力量 那都是不容忽视彼此的这种分量跟比重的 所以我们说这是在高雄市正在上演的三国演绎 那当然陈菊目前的支持度 可以说是四个字 遥遥领先 但是这是在这个九一九水灾之前的一个数字 选举一直都有变数的 不是说谁的民调支持度很高 就一路高到底了 并不是能够这么乐观的 黄昭顺的努力 空间是很大的 那整个国民党的力拼翻盘 金普聪秘书长 也一直常住在高雄市 对他形成莫大的一个支持力量 所以呢 像立法院长王金平等等 他们也都在汇聚地方的势力 这个整军金武 把蓝菊弄得士气更好一点 这是目前我看到的一个情况 通过刚才二位给我们的介绍和分析 我们也不难看出 如果抛开农域的这个政治因素 这个高雄市还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有海有湖有山 还有新鲜的海产品 也希望高雄港能够早日的恢复昔日的繁荣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所做的介绍和分析 谢谢 谢谢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